OK 那我就 反正我會一題一題帶 好 然後有些看可不可以多聊的 我們就多聊一下 太客氣了吧 哇塞 今天這一集一樣邀請到 清哥來到節目當中 清哥 大家好 清哥這一集 如果一T要退五步的話 大概退 目前在中信你要退到哪裡 南港的話 你說退我可能退為中和吧 我可能要回家的 今天這一集蠻特別的 邀請到就是一位 我覺得跟我們平常 他可能脫離台灣藍坦一陣子 但是講到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都會講得出一些 對他的印象 很熟悉啦 我相信只要經歷過SBO 有看過或者是在那個年紀的 對 的球迷 聽到名字一定知道的話 誰不知道 看過清哥打球的人 這個人你一定認識 一定的是 而且 而且是更想聽到的 OK OK 今天邀請到楊玉銘來到節目當中 哈囉 明哥 嗨 嗨 大家好 哈哈 你是不是要用什麼 你是有什麼對不對 親戚關係還是什麼 沒有 就是一個很尊敬的前輩 前輩好好低調 對 清哥你要不要 先請那個明哥來分享一下好了 這一次回來台灣的整個行程跟感覺 呃 我這一次回來台灣 就是其實我是 呃 回來辦自己 就是在美國創立了10年的 的籃球學校 那我們這一次 在7月1號到5號 我們在金華國中會辦一個 第一梯次的籃球訓練營 嗯 然後在7月8號到12號是第二 第二梯次在台中的立人國中 嗯 然後在之前我們會做一個 我們會做一個公益的訓練 就是for台灣的HBL 嗯 像男 像17他們學校 男生光復 其實所學校的一些比較有 潛力的球員 潛力的學生都會到到金華國中 嗯 來 然後在下下午我們會做做UBA 跟一些自然選手 嗯 然後在在跟籃籃球鞋 呃 籃球工會 嗯 他們去就是在找一些比較potation 比較好的一些女生 嗯 就是對 然後我們會 因為我這一次剛好帶了幾位訓練師回來 嗯 然後我們想要讓他們去體驗一下 嗯 美國的一些訓練方式 嗯 嗯 OK 這次回來到目前為止幾天啊 呃我已經回來一一個月了 這應該算是這幾年最長的一次哦 應該是這10年最長的一次 OK OK 因為之前就是回來看看爸爸 嗯 然後陪陪家人 嗯 然後就帶小朋友就讓他知道一下 台灣 他爸的故鄉 哈哈哈哈 對 等於是長期都在美國的嘛 對 對 然後就小孩子不太喜歡回來 因為回來都被蚊子叮嘛 嗯 嗯 對 環境 對 可是我還是要把他們帶回來一下 大家知道說 要了 你爸 你爸小時候在這裡是一號人物 哈哈 他們好 他們 他們好像 沒有覺得過 哈哈 一直要有沒有帶一個那個 打籃球的輸出 給他講一下 對對對 講一下 講一下 因為在學 在美國有時候叫他打籃球 他會跟我說 教練說這樣不對啊 哈哈 哇塞 哈哈 那你回來台灣了 你跟我講這句話看看 哈哈 哈哈 所以這次回來應該第一個節目吧 第一次上節目 第一次上節目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深聊一下 不過先一開始我想先問的是 清哥對明哥的印象 然後明哥對清哥兩個彼此之間 因為我查過 你們兩個大概重疊 生涯重疊應該有個六七年 有有 應該有 有有 都不同隊 有 但是都不同隊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都不同隊 但還是應該可以分享一下一些 比較有趣的印象啊 或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小故事啊 因為不同隊可能會比較少 小故事 肯定有勒 小故事 因為我們剛才練玩球嘛 因為我們剛才跟光哥就是 在在練被枕頭籃嘛 我就說 光哥我等一下 要去公司跟那個育民 育民學長 錄節目 啊 育民育民嗎 哎呀這好久不見了啊 嗯 他說那你記得跟他講哦 要還我一千塊美金 哈哈哈哈 一千塊美金的故事 這是什麼故事 學長看記不記得 一千塊是 在 在美國集訓嗎 啊對 對對對 就是有一次比賽就是 光哥帶中華隊去那個 就是美國的Summer League 然後那時候學長也在裡面 然後有一次就看到他說是 全部都黑人嘛 然後很厲害 然後那個Steven學長就說 啊你們打贏了 就一人發一千美金 對 對 後來最後 真的也 最後 你知道誰投進最後一集嗎 我也是光哥吧 哈哈 不是光哥是教練啊 光哥自己換衣服下去打有沒有 光哥也是蠻愛參與的 就是學長 OK 育民學長投進那最後一集 光哥給他設計設計的 哎我哦 可是我那時候是 其實對他是 他好像是設計一個 就是我從 藍底下 然後有 就好像 鍋 就下來了Screen 好好幾個Screen這樣 繞出來 然後繞出來我要投 可是他們真的太高了 因為我記得好像是對 塞內加爾國家 嗯 嗯 對 塞內加爾 然後 那時候Summer League都在 都在Long Beach 那個College在比賽嘛 然後 我就真的是太高了 我已經退到快 快NBA的三分線了 他們還是押出來 嗯 我就 我也 反正那時候平手嘛 反正也不會輸啊 就就進了 大家沒進就演場而已 然後我就切進去 然後真的亂拋 哈哈哈哈 然後拋進了 對 然後那時候Steevey就 每一個人罰了一千塊 對 那真的是 記憶蠻深刻的 OK 所以剛剛 那感謝 感謝光哥 哈哈 然後感謝鼎哥 幫忙黨人 都跟中信有關係 哈哈哈哈 對 因為我有查過 那個明哥他打中華隊 教練 好像 幾乎都是光哥 瓊師杯 然後亞洲杯等等 幾乎教練那個時候都是光哥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換學就是 潛意追老師 對 然後 對 然後 我們就那一批 田蕾 店 什麼 啊 就是那一批 對對對 就是你想到 對 想得到的信安這些 對 智杰他們都是在那一批換的 然後光哥那時候是助理教練 嗯 然後玩 就是潛老師就生病 嗯 然後 就是光哥 第 好像 好像沒多久 光哥就要上來接 嗯 然後就一直給 給光哥在帶這樣子 有什麼 有趣的 光哥 對啊 哈哈哈哈 直接 對啊 光哥 我不知道現在 光哥現在 會不會還是很操呢 現在喔 現在好像 現在比較分工 對 因為現在 就是有體能教練啊 有助教 有外教 所以現在就 分得比較 各時其次 細一點 對對對 因為以前 你知道光哥 他們育龍 體系的 嗯 反正你到工廠 那時候那個工廠還 蠻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育龍那邊 嗯 左邊那一邊對不對 對 然後 育龍的體系又是那一種 體能要很好 很爆的 嗯 然後那時候光哥跟 東方哥 嗯 那時候他們都會退休了 嗯 可是我們在跑那個 那一圈我不知道 多大 一圈差不多快一千公尺 那時候是中華隊嗎 中華隊 OK 啊因為我們都是會 一三五做重量 然後投籃 二四六 早上體能嘛 先跑個 先跑個五圈 應該基本上五圈 東方哥 他們就覺得說好像 對他們來講 他們好像是在 運動一樣 然後就會下來 退休生活 退休還跟著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對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 選手嘛 我們是 當年是 震 震望的時候 可是怎麼跑都跑出他們 哇 真的有一個見證人 因為之前光哥都會聊 我實際我們之前那個 中華隊 我是教練的時候 還跟那些現役的跑 沒有幾個跑 贏我跟東方的 哇 跑不贏他們 OK 對 然後我只能說 呃我的 我的能力是來比賽的 哈哈哈哈 我不是來跑馬拉松的 沒有啦 可是 那時候跑下來 的確是體力真的是 有一些 就是累積起來的 對 因為你在場上 真的有時候 你在 你在瞬間在換氣 在 瞬間在移位的時候 那個體力 你真的很足 你的肌力啊 什麼都會 比較幫助到 你整個身體的 一些協調性 OK 我是這麼認為啦 嗯 對 當然是 不需要那麼吵 哈哈哈哈 關哥搞不好這集會聽哦 他說17 你們都是什麼時候播啊 我說關哥我們都每週三 然後這一集可能不一定 他沒有講 沒有講 有可能 關哥滿人性的 哈哈哈哈 對 啊 他會跟球員溝通 他滿人性的 嗯嗯嗯嗯嗯嗯 對這倒是 現在還是 關哥還是會定期打電話給球員 啊真的 關哥 關哥 我覺得 他 我在中华队的时候 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 他会私底下到你房间来跟你 聊天 就是聊天 看你发生什么事嘛 然后可能也叫你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那时候在中华队的时候 光哥基本上都 基本上都让我打先发 对 然后但他关心每一个球员是没错 可是他就会看到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他就会私底下到你的房间 或者是在赛前的时候 会跟你稍微聊一下 其实他就是主要是 不要让你在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一点 我在他带领的那几年 我觉得我成绩也打了还可以 对那我觉得 就是也蛮感谢他的 OK 金哥你还有一些小故事吗 还有 没有 我那时候就是 玉米翔那时候 因为就是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 就是要录录这一集 我就回想以前 这很可惜的没有同队 因为我是在 那时候我同期是 月银丽小月跟阿翔 嗯 就那时候东森有跟学长同一队 很难想象你们同期耶 就是 同期啊 对啊 OK 然后那时候 对啊对啊 然后他们就会有 因为我们很熟嘛 会吃饭会聊天 他说就是在他们 就是讲出的预想是 很照顾学弟 OK 然后不是那种会凹的啊 会怎么那些的 就是很照顾 就是你来 买冰囊还要找钱 没有是真的 这一集是 那个小月也会听是不是 我等一下标记他 那时候标记他 是真的 因为小月跟阿翔就是 就会常常讲 没有啊学长 就是很照顾我们 然后怎么样都会讲 所以那时候 因为我没有相处过 是听他们讲嘛 所以对学长 就是大概这个印象 然后打球就不用再讲了吧 那时候 你说急停跳投 那时候谁会啊 而急是真的跳投 啊急急啦 急急可能 就是张志峰 跟尹明翔 应该就这两个吧 或者是那时候 三哥还没有退的时候 这种急停跳投 那时候没有几个人啊 然后什么step back 以前我们 根本没有看美国这种 就是教练就有跟你讲 说不能做的 对对对 但我们就奇怪 我们那时候高中是看他 那个总统 没有觉得奇怪 那个学长怎么在做 你也不敢问教练 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学长那个 那种step back啊 那时候真的 真的超厉害 真的很犀利 我印象中是 急停跳投真的 很厉害啊 你打不到那个时间差 他还会 等你做假动作之后再瞄 然后第二拍 还有一个是你身高 如果我觉得如果身高 没有比像更壮 或是高个 可能10公分 你low paw 他要投了你也打不到他 ok 他每次那个打一打打一打 可能几颗不进 他开始就下去要求 顶顶 那个招牌动作半转胜以后 还欧阳了 所以那时候我对 学长的印象就是 那个投射能力非常强 ok 你发现现在这个直安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世代 哇 我觉得 我觉得是前三名 真的前三名 而且现在 现在直安的选手 我觉得没有像玉米翔那么那么全面 刁钻 那么刁钻 因为现在射手 可能就是跑动的或定点的 或者是可能能打组合的那就是很厉害的 你还会自主的一些 step back 或者是下去low paw 然后什么的很少啦 嗯 这个换算到现在 这个薪资喔 应该 应该很顶 真的 真的是很顶 因为我查过数据 因为我上网做一下功课 其实 以那个年代 小白这集很认真耶 因为我要 我主要是查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主要是查你们两个有没有同队 然后查一下 哦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 我还去查google 有两个人 有没有一些交集啊 或者是有什么故事 哎 好像蛮少 但我有找过数据 就是三分球 如果说那个年代 比较不 不那么流行 的话 但明哥那时候的三分球 就是基本上出手次数 五六次 基本上一场是 是标准的 嗯 对啊 就我觉得那个时候 球风已经是走在蛮前面 对我来说 很前面 所以那时候打球很好看啊 嗯 就是就是很刁钻 然后外线就很准 ok 明哥对 金哥有什么印象吗 首先还是 感谢时钦 这么吹捧 哈哈哈哈 没有是真的啦 真的真的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其实 其实我也是因为 在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的球风 其实相对的 如果说在其他的教练 老教练可能是 对 哦哦哦 蛮没办法接受 对那时候刚好 我上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然后上大学 其实没有一支球队 其实没有一支 职业球队要我 因为我太矮了 嗯嗯 我身高太太矮了 那时候是运气很好碰到 碰到 就是演歌 演家话 嗯 对他那时候有一支球队叫大花健手 大花健手 可能也是缺人 哈哈哈哈 想你客气了啊 真的 可能也是缺人 缺人 你还要准备好 没有能力也没办法发挥啊 可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学长带我过去 嗯 就是 Try out 嗯 跟着练这样 我记得 那时候我连球一都没 没办法选号码 嗯 就是 挑到后面剩一 就学长 就是一个17号对 那那没没没关系 我只要有球打 剩下大大的号码 小的基本上都挑完了 那那那时候 对对对对 那那时候我记得一清二楚 就是演歌有跑过来 跟我说 哎你投篮蛮好的 嗯 那可能他高中也没看过我 嗯 其实在高中我们也是 立志 对啊 我们也是全国前四名 嗯 前四名 四强了 对 那 OK 我就说 觉得他们练没多久就要比赛了 嗯 那就是这样子 颜歌就 就是反正就是 给新人很多机会 嗯 然后反正我最最 可是最擅长的就是投射嘛 嗯 然后我不管是 呃看到前面有人 我其实其实三分前我就 我就照拔了 疯不到 我觉得运气也好 就是就近了 嗯 然后就开始 哎颜歌说 哎那你就 你要怎么打你的球风 你就去打 嗯 反正就合理性就好了 对对 对 那你说 什么star bag 那个 其实 因为我身身材太太矮了 我需要去做一些 制造空间 对制造空间的一些投射的一个一个空间 嗯 那因为以前最少 说我们都一百九 哇 对 那基本上他手遮起来 我基本上 我还要再拔高一点 嗯 对 所以我就要自己去练习这个东西 除了除了乱抛 切入乱抛 还要是stay back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我觉得是这一路是满满lucky的就是对我就觉得是运气也蛮好 遇到遇到就是教练可以让你去做这些比较对在那个时代是比较不被允许会被骂的一些动作 然后再来对时轻的印象 我记得我对他的印象第一次是在他他在高中他在蓝山 哦 应该是几年前啊 应该二十几年 对可是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 他应该也是黑黑的嘛 那个蓝山那时候 对对对 练世外啊 他就很会跳 嗯嗯嗯 应该以前很会跳啊 对啊 因为我记得他跟是不是另外一个是紫威 紫威紫威 对 然后冠轮嘛对不对 对对冠轮 阿敏 上下界 这样没有拿冠军 你看 靠靠 我们每次都讲啊 都是冠轮这边盘球 这边耍帅啊 每次球在他手上 对不对 对可是那时候其实我们知道 我那时候看到 在那时候我看到他们球队 其实他们球队主要的重心是他 在高中的时候 应该是了 因为那时候 没拿到冠军 我记得他跟另外一个球员叫 是不是叫简佳宏 两个就很像 两个就很像 然后就脚步也很好 也很就是 也他是最会跳的 嗯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 再来记得他 他就去达星了 嗯对达星 对然后 但我觉得去错地方了 啊对 对 转型变成那个 不是因为 就是在外面投篮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说达星不好 嗯嗯嗯 我只是觉得说 因为那时候 呃有田蕾在 嗯 他的位置基本上跟田蕾是一样的 嗯嗯 那基本上田蕾一场球 差不多三十 呃四十分钟 如果说有真的有四十八分钟 他就是四十八分钟 OK 嗯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他如果在另外一个球队 他 他可能不会那么早就退休了 OK 对啊 因为我觉得 他又有外线 然后又够壮 又够会跳 又帅 又帅 不敢不敢在小孩面前说帅 对 对啊 其实我对他印象 然后再来 我有一年我在美国 他好像就是开始带球队嘛 嗯 那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像 那时候去 对 然后我有一次 我就半夜 就看他们打那个HBL冠军赛 嗯 他南山不知道跟谁 他们好像输了 嗯 那我 我在 应该好几年喔 我在以前 蛮多年的亚军 我在以前的观念 以前 我在高 我也是在台湾的来球界 所以一路 嗯 磨练吧 对 那很多教练其实 他们很重要就是输跟赢 嗯 对 那你就像我国中 我们 我是读子官国中 我 我们学校曾经 创 好像九连霸 嗯 对 可是我们教练那时候就是 你知道很凶 硬派的 对 硬派 硬派的 对 那我那时候看到他输了 他好像才输 就是打得很漂亮 他输了 可是他在 集合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鼓励了那些 他讲出 讲出来的话 嗯 其实不会让人家很泄气 嗯 让你很touch这样 我会觉得说 诶 很美事 嗯嗯嗯 对 那很多教练其实就是 啊你今天 就是说你今天就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导致了我们 输球 可是我觉得 他是用那一种 你的人生不只是输跟赢 嗯嗯 对啊 你以后可能 你以后可能不会往篮球路上走 嗯 你往其他的行业 那 你不 不能就是 你不能只看你 你表现 然后你的成绩 他 他就是用 你有没有付出过 嗯 你今天有没有很用力在 在为这一场比赛 为 就是全场的观众 嗯 对因为全场满场嘛 大家是为了看你们来 嗯 他是说 你要用一个百分之百的态度去面对 嗯 你所有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 这一句话就蛮感动我 我说哇 现在 这个 就是实情这个小老弟 我觉得蛮适合当教练 哈哈哈哈 有另外一种方式啦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是 我是学生的家长 我会希望我的小孩子 哦 有这样的教练 跟这样子的一个教练 一起共识这样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小孩子 比较有 让他们有成长的控制 没错 嗯 对 而且讲到这一 这个学长代就是 就是 应该是我后中后段就调整那种教练哲学嘛 嗯 然后像我有看你一段影片 那你就说你去美国教学了以后 就针对小孩子的教育跟那个沟通的方式 嗯 就跟 可能 台湾 或中国这种华人的 那种教育不太一样 对 说一就一说 就就是 可能你有想法他就说 哎 顶嘴啊 调比啊 对 那健而就 那那一段就是学长师描述这种事情 就说你没有让 小朋友去思考 嗯 怎么做对 怎么做不对 你没让他去表达出他的想法 嗯 那久而久之他就变成 就是 呆板 白 嗯 他就是只是听你在讲什么事情 你不讲他就不会 对 他不会思考啊 所以其实 那时候看到学长有 讲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 也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 就是有想到的这一点 就说 我们都希望他思考 但是我们又像军事化的训练 所以可能就是 慢慢慢慢调整到后期 我也是用这种比较 你讲鸡汤吗 也不是鸡汤 但是你严格吗 我某方面你踩到有些点 我还是要严格啊 对还是很硬 其实也不是鸡汤 我觉得是我们是在 在让让他犯错 然后让他知道哪里错了 然后去改进 嗯嗯嗯嗯 对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鸡汤 我觉得这是应该 应该 我觉得这是 就是一个很美式的教教育方式 嗯嗯嗯 对就像我在那边 成立了篮球学校这十年 我请的都是 美 就是一些美式 就在美国长大的 嗯嗯嗯嗯 他们在教小孩子的时候 他有 有时候来问我说 哎 为 Couch Perry 为什么 我发现 华 华人的小孩子 都没什么 自信 嗯嗯嗯 对没错 对啊然后就是看到教练 就会很紧张 很紧张害怕 可是他看到 他就教一些白人黑人 嗯 墨西哥人 他就是会跟你 嗯BODY BODY这样 对就是会跟你聊天 嗯 或者是说 很敢表达自己想法 或者或者是说 哎教练我秀一个 我秀一个动作给你看你 觉得这样合理吗 OK 你你懂我意思吗 对啊 可是在美美国的教练会觉得说 哇好可爱 就是你应该去做 嗯嗯嗯 那当然就是说 呃他们会 他们会鼓励你去做 你去想象 对嗯 你去想象 你去创创造 嗯 创造新的东西 嗯嗯嗯 对那我觉得这是我去美国 我哎 可能我是去美国这10年 我也改变我的一些 嗯思维 思维 OK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很棒的 嗯 我觉得美国这一段 我们后面可以 深入探讨一下 就是 这种文化差异的部分 嗯 但是还是要回过头 两位有对 就是在场上有对位过吗 应该有吧 应该会有 这实位 位置我因为我 换房 记得他换房 我有我有我有 我那时候没有在换房的 我那时候有换房的 你换房会被骂 哦 为什么偷懒 哈哈哈 对不对 你被过什么 我也没有在 一定要跟的 对不对 我记得应该有一次就是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找一个 一百九十几的 来全 全盏盯着我 就是尽量不要让我 哦 box one这样 拿到球啊 让我去投射 嗯 那可能那时候实青刚年轻 哦 学弟一定来 那他也不肯叫田蕾 他等一下被我搞了五次犯戈 哈哈哈 你你你你你懂我意思吗 对啊 对啊 那你说紫薇紫薇 脚步这么慢 嗯 他也不过了 嗯 对啊 所以我还是比较怕实青 哦 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青哥是那个 手box 的那个 box one 好像之前以前 有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OK 可是他们通常都叫 Juji来手 Juji Juji很壮哦 嗯 对啊 Juji就是很壮 好像无敌铁金刚一样 你们两个身型 确实 可是Juji真的很壮 OK 对他真的很壮 比你还要再壮 哦他壮多了 哈哈哈 他那个 你知道 有一种壮是什么壮你知道吗 就是 骨子里壮 你碰到他就是会痛 你知道吗 就是很硬 硬到那种 Juji真的很壮 嗯 真的很真的很厉害 OK 他那个 防守的意识实在太好了 嗯 打死不退 前面聊了这么多 明哥跟清哥这样 那时候当球员的一些 一些 回忆 我们这也要问一下明哥 在职业生涯 有没有比较难忘的回忆啊 职业生涯 SBO10 10季 然后其中有一年到CBA嘛 有没有什么样的 回忆是你让你很难忘 然后什么样的记录 是让你很自豪的 我觉得回忆 我觉得应该回忆 嗯 其实我在 你说好的回忆吗 应该 应该在 台湾啤酒的时候创造 就是 就是 后面演他的冠军 嗯 那当然就是 以前 我在九泰科技 嗯 在东森林阳 那时候就是 球队的 Keyman嘛 对 可是在 在这两个球队当中 我却没办法带领他们进入市场 哦 那我觉得这是我可能这 这是我一一生最遗憾的 遗憾的 那当然我到了台湾啤酒 那那就是你也知道 那是人才奇奇的一个 嗯 嗯 一个一个球队 那但我在那边 呃 就是 扮演了绿叶 其实我也就是在那边也协助了台湾啤酒 在智杰去大陆的时候 我们也在二零零 二零一零年 一一一还是 也拿下了冠军 对拿一个冠军 对那我觉得 在那一年的 进了市场 我记得一千二十 我进了市场的时候 我觉得 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说 我终于 我终于不是那种魔咒了 魔咒 没有冠军的魔咒 就是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的魔咒 对因为 你也知道 我我我 一个心魔在那边 对因为 那时候我全部 我在中华队的同梯的里面 嗯 全部不是冠军 就是 至少也有 你知道吗 就除了 就是唯一杨玉米 没有进入 没有进入那个市场 你知道 那那 然后你到了台湾好像 每一年中华队集训 你都是第一个到的 因为剩下还在打 还在台湾 哈哈哈 我都比人家先到对 对对对 你都是第一个到的 不是Quiz Paul 对可是 可是 嗯 我就觉得说 不可能 嗯 可是 没办法就是事实啊 嗯 然后来后后面球队就 东升就卖 就是卖掉了 嗯嗯嗯 对啊 卖掉然后就 哦 到了达兴 到了达兴 那时候我我 其实我膝盖受伤 到了达兴 那也满 满感谢达兴 那那时候 就是 就是收留我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时候是 扣一球 扣一球 然后那时候 扣一球也 刚好在东升 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 嗯 那那一年 好死不死 天蕾又受伤 我们又没有禁忌又散 哈哈哈 你看这个魔咒 哈哈哈 对 所以就是 在那一年 休息了 休息了一年 然后 08年就去大陆 嗯 然后就在大陆 反正在大陆 也没有人认识我嘛 对啊 然后就在那边 真的是 他们在训练的那一种土法练钢 哇塞 那种扛铁 就是真的 可是 把我的膝盖练好 就是练的差不多好到 八成 嗯 然后我回到台皮 嗯 我回到台皮 就开始 一开始都打 一开始都打 呃 替补嘛 嗯 可是打到后面 我们四强 哦 当然就进了四强 嗯 然后进了四强就对 对 玉龙 玉龙 那时候玉龙超强 嗯 超强 有 有信安 陈志忠 周诗渊 邱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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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对就是周鸿玉 他们就是都是一些国手 嗯 我们后面 我们就是把他三 三比零结束掉 嗯嗯嗯 对那 那那 那一个系列上 那一个系列就是 我 好像就是 我 我可以感觉说 是我把他们打掉的 嗯嗯 对那 那时候我是 其实是对自己是 觉得说 哎原来自己还可以打 嗯嗯 对因为 在之前受伤很多 很多网路啊 球迷就会觉得说 啊玉龙不行了 嗯嗯 对那其实 在运动员你听到这个时候 其实 哈哈哈 很有压力耶 呃你 因为 我们 我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会 因为 你在那个时代 是其实被人家捧在上面 嗯嗯嗯 对就是说 每次选中华队 呃二号 二号球员是谁 大家就会 就会讲 不动人选 而突然就 没了 嗯嗯嗯 然后大家 对你 是产生一些怀疑的时候 嗯嗯 其实 我们的心理素质 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啊 嗯 那就会 就会走心 就像现在你们说的走心 走心 然后就会 开始怀疑自己 嗯嗯嗯 我们当然不会去跟球迷在那边 嗯嗯嗯 垃圾化 但还是会有点影响 可是就会觉得说 哎 怀疑自己是 真的自己不行了嘛 嗯嗯嗯嗯 对然后可能就开始乱想 嗯嗯 对 然后还好就是在 回到台评的时候 就又碰到颜歌 嗯 又给我 差不多 哦又给我百分之百的相信 嗯嗯嗯 我不管从板凳 从先发 他还是就是很相信我 嗯 他就是 这样子让我 让我回到 我该有的信心 嗯 然后你说比较 难忘的 应该也是我上 上国手的第一年吧 ok 我记得第一年 我们在学 我们在选的时候 我们选了大名单 可能那时候 正正是十二十二名 可能也不可能会有我 因为 因为那时候是 小秋秋歌 秋奇艺 嗯 他是我们的主力 嗯嗯 然后我们下的就是言行书 哦 陈志忠他们 对 对 那时候都还是当打 对 对 然后 对 然后教练就是钱老师 他们又会比较喜欢有经验的 嗯 然后可能他对我的这一种 就人来风的那一种 球风 也不是那么的 好掌握 就是传统球队 他对对对对 比较会 就像学长之前讲的 就是体能好 然后能执行 能泡 能跳 能手 对 就他可以执行 就是传统球队的体系 嗯 但对于学长这种比较 需要开放 要开放一点空间在头的 那个年代 玉龙又是传统老牌 他没办法接受 他们一定要走战术嘛 嗯 对啊 走战术 对就是一个 play 就是一个出手而已 没错 嗯 对啊 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前 我们在打玉赛的时候 打到后面 我都有陆续 呃 我本来好像是没有在名单 嗯 后来是因为之前的理事长王能达 嗯 他就立保我 哈哈 对 那就是末班车 你知道那种 末班车 哈哈哈 就最后名单再把他拉进来 对就是最后十二个 可是 我们也知道后面就是 金牌板凳球员就是 金牌板凳球员 换选那一批金牌板凳球员就是 何首证 李起义 嗯 和呃 曾文顶那时候还没有 嗯 对还有我 嗯 可是 我还比他们三个 多打了一两分钟 哈哈哈哈哈 就大概七分钟会叫到你 然后剩下五分钟左右 他们才上来 对 不然就是都没有了 对 反正我们四个就永远坐在后面 OK 对 然后我记得 我记得 有一场 言行书好像在第一场就受伤了 就扭到了 嗯 因为那时候 你知道MVP情人 很火 你知道 哈哈哈 对 你知道 然后就扭到了 可是 他也都是绑一绑 他就是 就是一百分的那种态度 嗯 跟钱老师说他可以打 嗯 可是后面队到 队到那个韩国队 我们输了 我们谁输 谁就退出 就是 就输了 就没事 分组就先淘汰 对 OK 然后 然后我们就一直拉锯嘛 拉锯拉锯 然后小邱 撑到已经 我看小邱已经快不行了 已经 然后撑到后面撞 被撞到腰 嗯 他也不行了 他被扛下来 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是打摔脚 我真的 我那时候记 就是我们的助理教练叫 以前台营的教练叫田兮和 啊 OK 田教练 他就跑过来说 杨宇 没人了 换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换你了 然后我说 OK 就上去 因为 你看我人来风嘛 你知道吗 那陈志忠那时候 其实我们的球员 是蛮相信我的投篮的 我们的控球会陈志忠 他们都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 反正就 球到你手上就是出手就对了 可是他们不可能去影响教练嘛 对对对 你要用他 对对对对 然后我上去的时候 阿丁就跑过来说 不用管了 就是 给你就投了这样 对就是你 就终结了 只要好机会你就 嗯 不用管了 嗯 结果就 上去 不到几下 我就好像连得 就是好像 那那一场 那一个moment 好像得了十几分 嗯 然后我们就把分数拉开 嗯 然后那一场就把韩国打掉了 嗯 所以那时候大陆的媒体就说 到底哪一队是韩国队 嗯 就是我们就是 就是 那一场 印象很深刻 印象很深刻的那一场 就是对啊 哇 所以 然后就后来就开始 钱老师就 后面 后面几场四强 他只要一想到 要换 要微波炉 我就是那个 然后 都是第一个上去 嗯 然后 后来跟日本打 打那一个 打三四名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有一个澳洲队 他们是 示范的 嗯 他们要即将要加入亚洲 那时候还没有并到就是亚洲的 对 可是那时候东亚运那时候 大陆是就是那个黄金一带什么姚明王志志巴特尔 李南他们全部都出动嘛 嗯 还有李南哦 对啊 然后澳洲的国家队我们说真的那一群没多久很几好几个都在美国NBA 嗯嗯 那当然我们输他们都输三四十分啊 嗯 可是自从韩国那一场之后 我队到他们 我每一场差不多也都 差不多二十五 都是二十五分以上 嗯嗯 那就是整个信心 信心的问题 对 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有时候 你还是要有一些教练给你一些信心 跟跟你的队友给你一些信心 嗯嗯 对要不然我就像 一个球迷都可以影响到我的信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更何况是教练 对 最直接影响的 对啊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比较印 印象比较深刻应该是 我我第一年去中华队的时候 嗯 ok 我觉得讲到中华队这个问题 我现在临时有想到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 呃你 像明哥你那时候也是中华队 基本上几乎是年年都都有都有在名单内 嗯嗯 那个时候的中华队 的感觉 跟这几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 可能台湾在主训这这一部分 篮球中华队这一部分的问题 你觉得 呃两者之间的差异 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更好 在你 我觉得 以一个退役球员的看法 我觉得在我们的时代中华队我们是 我们说真的 我们每年都很期待我们上中华队 嗯 不管你 不管那时候 说真的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9000块 嗯 现在应该 被超了 可能 也是 差不多 现在好像也是 对 就是一天三百 一天三百 对 可是我说我最早的 但是后面有碰到一些 好领队就像 好领队就有可能 就像一些后面我们后期 像那个王东升领队 他这整个都把我们的薪水都拉上去 嗯 可在他之前 我每个月 我记得就是9000块 嗯 就是9000块 然后找就是 真的很累 练球真的很累 嗯 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 半句艳远都没有 其实 我们主要还是以国家荣誉为主 嗯 我们不会去想到 什么受伤啊 保险啊 权益的问题 对 可是 就是那个时代啊 可是你说现在他们去 去炒这个东西 对不对 之前我有听 对 我觉得 这个本来 这个本来 政府或者是蓝鞋 是本来配套措施你就要配好 OK 因为毕竟这些球员都是 每家公司的资产 因为 因为 这家每家公司都是 每个 每年是配他们很多钱 对啊 这是他们的商品 对啊 那我觉得你本来就是要把这些 配套措施做好 对 我觉得你配套措施做好 其实 你只要身为 你只要身为 中华民国的 的国民 每一个人都想要为国家争光 嗯 不可能 不可能 没有一个人不想的 嗯 那这是一个荣耀啊 OK 对啊 那我觉得 两者都没错 那只是说你们要去把他 可以就是 游戏规则定好 对 把他沟通 对 那不是吵架 嗯 我觉得不是用吵架的 对啊 OK 那 耶 那 就是以过往 学长的角色来看 就是还有很多东西 从你们那时候开始就应该是 哎 可以慢慢做好慢慢做好 对 因为我 我觉得我现在我发现中华队 或者是 职业球队 或者是高中 甚至 国中 我觉得现在都进步太多了 嗯 就像以前我们一个教练他负责全部 除了到中 除了到中华队 或者是甲足球队 嗯 可能就是多了一个助理教练 对 可是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有什么训练师啊 嗯 琴收 对 体能教练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往 往更好发展的那个联盟 嗯 那个角度在走 更专业更专业 对 对啊 这本来就是要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 所以 所以你说我 其实我这一次回来在做这个 带训练师回来 其实我也是发 我 我就是发现说 为什么 台湾缺少这一块 嗯 因为 我在台湾这 从小打球打到场 就到退休 其实我们主要 我们主要都还是注重团练嘛 对 在个人 主要都是团练 对 在个人的训练方面就比较缺少 嗯 因为团练太累了 哈哈哈 团练一次早上午前 对啊 可是那是那是超庭 对啊 对啊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说真的 我们台湾的教练啊 的 团队那一种素养是蛮好的 嗯 我平良心说 嗯 就像高中 大学 甚至职业 其实他们的团队 团队的那种战术素 素养是很好的 你说 相较你这几年在国外看到的 对 其实我觉得不会输 因为所有的观念都 因为 我们都一直有在 有在出去 看 进修啊 可是 可是 一样嘛 我们很会画战术 嗯 可是相对的 我们的球员的能力 他们的理解 他们的解决方式 嗯 不会像黑人 因为为什么黑人 你们会觉得他 个人能力那么强 他们 其实他们 他们多的时间是在练个人动作 技术 可是他们 他们 他们每天 其实就是一次团练 嗯 他们就是因为教练的战术 就这么几招 对 可是他教练是想啊 你们有很好的技术 你们会用 你们用你们的技术去 去演变到 就是在里面 就是在运用他的战术 嗯 因为我们就是挡啊挡啊挡啊 你也知道叫战术是死的嘛 嗯 防守者很好踩穿嘛 对对方也很好 可是你要用 你的 像美国球员 他会用 可能个人能力去 去 去突破 去解决事情 然后会来 来创造他的队友去做投射 嗯 maybe 嗯 对 可是 我们台湾这一块就是没有那么成熟 就是个人的能力 嗯 对 那在以前的教练 他会觉得说 老外就很毒 或者是 就像以前智杰刚出来的时候 太年糗了 嗯 可是你看 你后面他算年糗吗 嗯 他是一个个人能力 你看人家 他制造很多人包架的时候 他 呃 第一个送球 他 他创 事也是好的 对 他帮他的队友创 创造多很多 嗯 投篮 投篮 投篮的投射机会 嗯 那我觉得说 个人能力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OK 到 后来去 开创就是篮球学院这些东西吗 才会有这些 不一样的领悟 我就是到美国 就是 其实我都会到其他的 俱乐部有时候 会去看 嗯 不管是 大 不管是什么训练室我都会去看 为什么他们 为什么他们会重视这一块 嗯 就在于个人的技术的 的的成长 对他们反而有时候团练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我我那天有个人训练 嗯 我有 对啊 嗯 所以他们还是把个人训练放放放在前面 OK OK 因为 因为刚才学养讲的就是在战术来讲 其实 我们到 就是这两年了我到职业队嘛 其实大家什么 homes 牛角 fire out 4 out 1 in 或pistol 什么的 其实 你看 这些战术其实会让很多的外籍球员 或者是我们球员理解说 啊 他就是这个站位 对 所以 我觉得战术的 大方向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最后回归到还是在 球员的经验 那没有经验就是在判断 嗯 那所以他就必须要有点失误 那再来就是一个技术的呈现 对啊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满 满 满想要去看说 这个技术的堆叠是怎么样 嗯 因为团练 我们从小 我们教练教我们 跟我们自己去进修 其实我觉得团练的概念不会太差啦 对一个人两个人一对一 嗯 组合多打扫 什么处理 或者做特殊状况什么的 嗯 我觉得那个概念应该是有 但是技术的这个部分 就 应该算是台湾 正在开发中 比较缺乏 对 但这几年已经算有开发一些东西出来 我是这么认为 我是觉得说台湾应该 像我 我这一次回来 我会觉得说 我不只是要做像基层的这些训练 其实我们下次 我也是可以来做台湾的培训 就培训个人训练 嗯 教育 就是比如说有人比较有兴趣的 想要 对 我们可以带国外的教练回来 劝他们 想我报名一下 对 哈哈 直接在节目上报名 那我觉得说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每个球员的经济能力 嗯 高中家庭的经济能力 他们不可能 尝试 就是常常会跑到美国去 嗯 做这些事情 出去一趟可能十几二十万 对 对啊 那你去还要吃还要干嘛 不一定有时间啊 说实在 我想说 那我们把台湾的 就是这些比较有兴趣的这些训练师 我们把它练 我们把它练强一点 就是我们训练他们 他们就是分布 培育教练的 对 然后再下去去 对 因为我们台湾 我觉得我们培育都是培育团队嘛 就是带球队嘛 对 可是我们没有培育带个人的 嗯嗯嗯 当然现在是有 没错 可是应该还不是那么的专精 对对 可能就是看YouTube啊 在学这个东西 嗯嗯嗯 可是 现在职业队有在请技术师在球队 是一个专职 目前好像 胡远 呃林航远 李航远 哦林航远 李航远有就是 就是以像前几年是那个吧 影片分析嘛 对 麦班达 Bang 他开始带队到浦原 然后 这两年嘛好像 好像 我们那么多职业队好像只有一队 我觉得 是有早期术师 梁杨远是有早期术师 我 我有 其实我有在观 不要说NBA 一些大学 嗯 高中 他们就有了 在美国 那个配置 对 他们都有这个配置 OK 每一个 每一个 虽然都不是很有名 可是 每一个动作都超超厉害 嗯 反而是我看这几年UBA比较多有教练 像正大 然后台义 台义 有做这个就是他们有把 训练师的部分拉到教练团内 我目前看到这两个学校 古大跟台义嘛 对 然后 政大 政大也有 政大也有 就是其他职业队好像真的比较少 对 因为你要变成是球员你要自己自发性去找 可是我觉得自发性也是应该的 嗯 我在美国这些球员 其实他们自发性很足 很足 嗯 非常足 他们就是自掏腰包去找训练师 嗯 对啊 那我觉得说 你要全面发展你一 训练师你一定要 那你就说你 你可能团练你就不用拉那么长 你就是从一 因为训练师他也是 他也是你们球团的员工之一 你就从早开始排嘛 嗯 早上几点 其实训练 个人训练是很累的 哦 对 是很累的 他可以一对二 对 那一 然后这几点到几点是谁进来 那你晚上什么时间就是团练 团练 他可能一天要练好几次 对教练就来了 对 不用啊 他比如说他早上 他一个小时他就是九点到十点 嗯 这是算数你的 嗯 这个训练师就会开菜单 嗯 他就是面对 然后你十点结束 你的另外的队友又来了 嗯 然后到了下午 就是团练 其实这样子你整个身心啊 你就不会那么疲劳 嗯嗯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 我在美国他们是这样的练习方式 ok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训练方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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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